看到一團團的濃煙不斷地往上竄生 這是廟宇失火了 火是大的嚇人 從畫面上看到起火的地方是在三樓的位置 這是位在雲林斗六的新興宮 斗六媽祖廟起火了 是三樓的林霄寶殿的部分 消防隊員趕來滅火 廟方表示林霄寶殿裡面有20尊的神明神像 還有法器 以及建築設備等等 因為這場火災全都付諸一具 不過一二樓的地方包括正殿偏殿 還有庫房都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三樓滅火的時候 大量的涉水灌舊 樓下現在有漏水的情形 目前先把神明請到辦公室 還有廟外的地方暫時安放 火災現場重新安置之後 才會把神明再請回去 而起火的地方是在三樓的位置 今天是假日 信徒來來往往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嚴重的火災 也需要進一步調查